深夜的山路 外劳疲憊的身影 这是新移民导演 阮金虹拍摄外劳的纪录片 透过了镜头 记录下他们来到台湾的生活环境 为何要离向背景 来到台湾却又放弃原有的工作 宁愿选择当一个逃逸外劳 想说来台湾就有机会可以赚钱 能有机会赚钱来就可以改参家庭 姐姐讲说为了钱才来 可是来这边花中介费很多 花了有的花8000块美金 那已经二十几万了 同样来自越南对于外劳的处境 阮金虹的感受特别深刻 六十万外劳怀抱着涛金梦来台 却又高达5.2万名选择成为逃逸外劳 二十多年来累计达到逃逸二十三万人 追究原因高额的仲介费是最大问题 从印尼外拥Harting拿出的薪资表 看到移工来台要付出的代价 来台一次三年工作前九个月 有一半的薪资都在偿还仲介费 而各国仲介费高低不同 又以越南私下超收仲介费的价格最高也最严重 平均有六成外劳都是靠着借贷来台工作 但来到台湾却又可能赚不到钱 当然是政府固定你基本工资 就是以这个价钱上 可是因为公司没有订单的时候他没有工作 那他当然他每天多少他要扣啊 我听起来如果上我的主角里面 他来最早他第一个月他领四千块 然后八千块然后一万一 那到底是这二十几万的中介费哪一年才拿回来 劳工团体多次带领外劳陈勤 2016年政府通过了修法 将外劳工作满三年需强制出境一天的规定取消 等于外劳不用出境再入境 免受仲介再一次的剥削 估计有一万四千名外劳能够受贿 但仲介费的问题真能因此改善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新法才高实施 也有工厂外劳反应 有工厂与仲介签约 凡三年期满的劳工都必须先离职再续聘 情况并没有改变 取消三年出国之后 今天老公不回国了 那他可能就少收了一笔仲介费 那他少收这笔仲介费 他势必会想要把它赚回来 那他就会在床中去运用一些手段 他要透过仲介公司帮他打票的时候 要花两万多块 是因为帮他买票 他们要收钱啊 他们要赚啊 大蒜田 高丽菜园 常有逃逸外劳的身影 在阮金红的眼中 他们是一群替台湾贡献 劳动力的无名英雄 法令的修改 虽是外劳人权保障前进的一小步 但外劳依旧受限于法令 无法自由转换雇主 如果遇到坏老板 黑心仲介往往申诉无门 当韬鸡梦碎时 逃也是迫不得已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